大家好 我是父親 動畫《妙手小廚師》中的反派組織魏將軍集團 其中廚藝最高的七人被稱為七菜刀 上集我們已經介紹了兩位 這回接著下去 第三位出廠七菜刀是武治村鎮 楊逸從香港回到日本後 發現魏將軍集團打算在車站前開設一間大型購物商場 如果真蓋起來了 附近的商業街勢必受到影響 但在商場間地的旁邊 魏將軍集團已經先蓋好的家橋面麵店 開始搶山芋機的生意了 而橋面麵店的店主正是武治村鎮 此人是個把日本刀當菜刀用的奇葩 刀是隨身攜帶的 外出也會掛在腰上 讓人懷疑他怎麼沒案路上被警察抓走過 但撇除這些 此人廚藝精湛 出刀速度媲美九頭龍散 對素材的品質也十分講究 為了做麵 特地叫人用直升機運送信中的河水 且揉麵、燙麵和高湯全都是不同的水 連將一面你的山芋都大有來頭 配料的肉丸子 用的也是嚴選的炙雞肉 最後湯汁的味道更是無話可說 此得美味 炎味黃也不得不為之驚嘆 魏將軍集團趁勝追擊 對商店街提出比賽的建議 我們贏的話 商店街就歸魏將軍集團管 你們贏的話 商場的新鮮計劃立刻終止 商店街賣巧麵的阿金在門外正好聽到 就直接闖進門 接下了這場對決 還順便拿自己的麵給對方來個下馬威 這人平時上街都會帶著一碗僑妹麵的嗎 可話說回來 魏將軍集團人也太好了 看看這排隊的人潮 明明正常營業就能贏的事 就偏要用料理決勝負 料理動畫的反派從古至今都相耿直啊 楊一聽到消息後 也自告奮勇要參戰 他幫阿金送外賣時 發現點單的人就是村正 村正的手下給人面前後 將面遞給村正 村正吃了一口 隨機擺出反胃的表情 他很不懈的將面往地上一砸 轉身就走了 楊一見村正消失成這樣 氣了失去理智 渾身顫抖 連賠碗的錢都忘記跟對方要了 楊一回去後 苦心鑽研新口味 並完成了加入豆腐和小麥苗的新式麵條 就在楊一準備繼續研究高湯時 魏將軍集團的勢力已經蔓延到了權勢 每條街都能看到外送橋面的車子 就連魏將軍集團的小弟都表示 看這情況根本不需要分什麼勝負了 這地區已經被我們集團打下來了 對阿 說的沒錯阿 你們魏將軍集團就是財大氣出 用錢就能無腦砸死楊一和魏皇集團了 阿現在好啦 就硬要去跟人家比什麼賽 贏了等於沒贏 輸了還要打掉重練 真的是莫名其妙 一群神經病 那比賽的方式呢 簡單來說 就是兩邊同時擺攤車 看誰的麵先賣完 此時楊一的麵已經開發完畢了 湯汁基本跟村鎮一樣 因為做法就是抄對方的 配料則是將雞蛋和納豆攪碎後做成 並在上面撒了天婦羅穴和海苔 客人的評價也都不錯 但村鎮的蕎麥麵畢竟名氣大 客人看到他也在擺攤就全擠過去了 要我來說的話 村鎮算是七菜道中最難產的敵人 楊一在設備名氣和材料上屈屈劣勢 那是家常便飯 但最後哪個不是在味道上被楊一全面碾壓的 只有村鎮是楊一淪落到去抄襲 甚至抄完後味道也沒有明顯優勢的敵人 這次楊一是贏在運氣好 靠天氣反敗為勝 比賽時正好是冬天的夜晚 所以蕎麥麵的表面結了一成雙 村鎮表示對決應該無效 因為這場每位勝負 冷天讓麵的味道變差 顧希望折日再戰 衛皇站出來教育村鎮說你這只是借口 不然楊一的麵怎麼就賣完了 他現場請兩人再煮一次麵 並察覺到楊一的麵因為加了豆腐 結凍後就變成凍豆腐 更凸顯了蕎麥的滋味 這結果是出乎楊一意料之外的 換句話說 完全靠賽銀的 村鎮雖不服氣 衛皇卻認為規則是擬定的 再說你要是有為寒風中吃麵的客人著想的心 那就不會輸啦 痾…雖然我覺得楊一也沒有就是了 不過村鎮之前都是在店裡煮麵 經驗不足可以理解 反觀楊一比賽前是有擺攤練習過的 而且也早早就發現了結霜的問題 但他沒有去想辦法解決 反正一切隨緣 時候到了 勝利自然會到手 原來是佛系主角啊 失禁失禁 話說回來 因為沒注意溫度而輸在蕎麥面上 讓我想到了某位智障時節呢 難道死景那段劇情不是血爛了 而是在致敬好小器料理的鼻祖嗎 哎呀 我們可能都誤會富田又斗了 村鎮認輸後 楊一和商業街的人大聲歡呼 現在中的商場也二話不說 直接原地垮掉了 我他媽莫非剛是看了一場黑暗遊戲 勝負一決出就要立刻支付代價喔 再來第四位出場的七菜刀是神手大虎 在原作中只是一家壽司店的店長 到動畫則變成了衛丁集團的幹部 而且還被魔改成了生長十米的巨人 大虎是為壽司打人 因為體型大到靠北的緣故 他能用那隻巨手一次捏出八個壽司 除了大拇指要用來沾芥末外 剩下的手指分別各負責一個壽司 如此一來他就能瞬間完成一人份的壽司了 大虎表示他不接受點單 你們這些客人就乖乖按照我捏的順序吃就好了 洋衣聽到後 大麻對方實在是太霸道了 但我怎麼看都覺得沒在毛的是你呢 人家要怎麼做生意到底關你屁事啊 在別人店裡鬼吼鬼叫幹嘛啊 而大虎在開店的目的 就是為了參加本地的壽司大賽 贏得冠軍後搶下這裡的壽司市場 最愛挫鬧的洋衣當然不會放過這機會 當場就決定要參加這場大賽 到了比賽當天 大虎帶了徒弟出賽 你看這進場的氣勢 根本是巨人工程 大虎讓徒弟拿出一張超大片海苔 裹上鮪魚和芥末後 單手用力握緊 上等的壽司捲就完成了 欸也不對啊 雖然他是單手握的 但從比例上來看 還是比人的頭要粗 這是要評審怎麼吃啊 對了大虎賽前就壟斷了市面上的鮪魚和海苔 而洋衣也準備了反擊的對策 他掏出一張發光的紙 打算直接把對手給閃瞎 的話是不可能的 這只是代替海苔來選壽司的而已 進入試吃環節 評審開始壽司 因為少了鮪魚和海苔 其他龍套的分數都不高 接著輪到大虎上場 不得不說 這小孩沒被嚇哭也是厲害 要我的話肯定嚇出童年陰影來了 大虎的材料和手藝都是最頂的 評審們吃鮪魚變鮪魚 吃海苔變海苔 完全被大虎的壽司給俘虜了 但大虎還有一張隱藏的王牌 就是香氣和美味兼具的鬆龍壽司 題外話 之前我的影片也用過這畫面 結果一堆人把時間點標出來 說什麼不可以色色很雅白之類的 喂這就是個鬆龍 只是會發光而已 你們到底是想到什麼地方去了 回到比賽 洋衣用柴魚子取代海苔 評審們吃下柴魚捲後 先是漂浮到天上 然後產生集體幻覺 詭異的場景和BGM也同時出現 這反應你跟我說不是客藥我都不信好嗎 那幻覺結束後 接著出現的會是什麼呢 沒錯 更多的幻覺 他們眼前景象變成了一場實裝秀 茶杯司儀主意介紹今年的最新作品 第一號作品是 火燒雞蛋壽司 溫熱鬆軟的滋味讓人一吃就上癮 第二號作品是 新蠻壽司 今年新蠻的流行口味是 微麻的辣味 還在壽司飯裡事先灑了山椒粒喔 第三號作品是 雙醬牛肉握壽司 油脂的分布超越鮪魚肚肉 大家請看 雙醬牛肉的搖擺台布 讓人口水直流 第四號作品是 赤貝的梅花擺盤壽司 用薑片裝飾 扎實點綴出赤貝的滋味 最後 來到了今年最具自信的代表作 那就是這一位 柴魚片的軍艦卷 評審們按捺不住 跑到台上對作品下口 軍艦卷上面鋪了一層山藥泥 底下則有美人魚出來探頭 代表裡面的料放的是 醬油煙鮪魚 其實我不懂為啥 醬油煙鮪魚的形象是美人魚 但我對這劇情已經放棄思考了 建議大家都學我一樣 用心去感受就好 看完時裝秀後 大家繼續跳舞唱歌 不只評審瘋了 連賽場外的觀眾也一一淪陷 甚至連背景的裝飾都忍不住躁動起來 面對這種下腰不手軟的惡魔 大虎毫無還手之力 加上衛環又跳出來嘴炮助攻一番 大虎和徒弟們被嚇成小貓 喵喵叫者落荒而逃 七菜刀又吞一敗 到這邊為止 羊羸擊敗的七菜刀已經過半了 剩下三位我會留下一次全部講完 就這樣下回見喔 接著